听到有人回答原警到场 但是现场双方好失控 还在互相叫嚣 原警来个大绝招 只衰了还要再吵 这回换所长出马再衰一次 一记大外哥直接把人压制上 靠这群的半夜吵吵闹闹也惊动附近居民 新北市卢州新一路13号晚上 尖传有人挥刀追砍还斗殴 原警到了现场一群人 早就打得你死我活 为的只是骑得太慢 全性男子不满前面骑得太慢 于是对前方的骑士按喇叭 双方爆发严重的口角冲突 他一记之下从后车厢 拿起的西瓜刀对他挥砍 全性男子不满前方骑士 机车挡住去入猛暗喇叭 结果立新男子也不满 车子停在路边就跟他吵起来 他居然就拿出西瓜刀追着对方砍 两名朋友喝醉酒到场驻证 又跟警方发生口角 最后被远警强力压制 新车纠纷挥刀追砍下怀附近民众 还好所长这一大衰 控制场面也给闹示男子们一个教训 借留说一下西美市采访不到